乌拉特草原是内蒙古九大草原之一 它位于殷山北路 分布在巴耶纳尔市的乌拉特前旗 中旗 后旗和邓口县境内 生活在这里的乌拉特部族 是蒙古族最古老的部族之一 公元1648年 清政府为奖励乌拉特部 帮助清军征战有功 将乌拉特部改编为 乌拉特前中后三旗 并将它们从呼伦贝尔大草原 迁徙至封赏地乌拉特草原 乌拉特部族能征善战 骑术高潮 我们设置组听说 当地还有一支专门的女子骑马队 在向导的联络下 我们见到了女骑队队长赞登 你好 你好 这就是您上班的地方是吗 对 是的 离您家大概有多远 十公里左右 十公里 对 我们都知道 在这边有一个这个女子骑手队 您是队长 那现在还是像以前一样 会骑马上班吗 骑 今天也是骑马来的 骑了 那骑马要这十公里 得跑多长时间 跑得快一些三十分钟 慢一些四十分钟 三十到四十分钟之内吧 那可能比开车 还是稍微慢一点 慢一点 对 开车十分钟 马放在哪里 马在那边吧 那边去 快骑了 走 我们跟进去 赞登是乌拉特中企 温庚镇门华站 里面工作人员 家住在距离单位十公里远的 呼日木陀嘎茶 每年到了气候适宜的季节 她就会骑着马上下班 现在像这样 骑马出行的人还多吗 不多 估计就我一个吧 就你一个 目前估计就我一个 我没听说别的 这么喜欢骑马 对 是 为什么呢 我从小就喜欢骑马 然后现在上班 每天坐办公室 那个运动的时间比较熟 然后骑马锻炼自己的身体 等于去那个健身房健身了 这个就是当地的蒙古马吗 这是蒙古马 看起来它不是特别高大的那种 对 个子还 和其他马相比 蒙古马体型来小 头大 脖刺短 体魄强健 赞登说 这匹马是他养的马中 性格最温顺的一匹 所以即使去到县城中也很安全 我们来拜访的时间 刚好是赞登的下班时间 他要向我们一起回到他家 女骑队要利用今天的夜雨时间 进行训练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场景真的还是很稀罕 就骑着马上班 而且是走在这样的柏油路上 瞧瞧是速度也起来了 这个路上有摩托车 有汽车 然后也有马 这可能也是 牧区难得一见的景象了 从温庚镇文化展出发 我们一路跟随赞登 前往呼吁木头嘎茶 因为柏油路比较滑 所以马儿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在柏油路上行驶了约半个小时后 我们正式进入草原 从这里开始 马儿越跑越快 不到十分钟就到了赞登的家 山东大姐 哎呀 我觉得刚刚这个马跑得比车都快啊 是吗 是我们靠的稍微有点近了 它有点紧张啊 没事 没事的 稍微有点 走过来才发现 它都流汗了 所以跑这一路 其实对您是个锻炼 对它也是个锻炼 是 是 对 可以摸摸它吗 可以 可以的 别紧张 别紧张 毛都已经湿了 看头上都流的汗 您家养了这么多马呀 不多吧 这还不算多吗 不算多 我们转过来啊 对 从这边 在它的这个脑袋在这 哇 看那边还有一二三匹马 这是什么样的马才拴在这呢 骑马 都是我们骑的马 骑的马才拴在这里 呼日木头嘎茶 有107户牧民 可利用操场面积37.8万亩 大部分牧民在20多年前 就已经住上了砖马房 散灯家住在水库边 有3000多亩草场 一共养了27匹马 其中有五六匹眼力好 速度快的马是骑程马 我们拍摄时是秋季 正是马养标的季节 所以不能进行长时间的剧烈运动 只能进行简单的练习 女骑队练习的第一项是 短距离赛马 目的是让骑手和马之间进行磨合 为后面难度更高的练习做准备 考虑到赛马的危险性 记者没有体验 而是选择在终点当比赛界说远 有马儿已经开始跑过来了 从山坡后面慢慢露出他们的身影 今天赛马的距离 大概有一公里多一点 真的是很快 我们远远地看过去 只能看到这个尘土 随着马的后蹄 慢慢地被风吹了起来 我已经看到有一双白的马蹄 不断地向前奔跑 差距还挺大的 快得特别快 看那个在冲在最前面 然后最后面的可能已经被落了 要几百米了 加油 我赞灯太前的马现在冲陷了 虽然距离很短 但比赛中还是出现了惊险的一幕 赞灯的马和另一匹马 险些冲撞到一起 这种危机时刻 十分考验棋手的打量和技术 不仅要快速调整方向解除危险 还要保持速度 强占先机率先冲陷 在马的过程当中 是马更重要还是骑手更重要 骑手更重要 为什么说这个骑手更重要呢 骑手要晦气 把马的力度压弯了 不能一开始就直接跑得太厉害 刚刚我都有点分不清了 是谁的马可能觉得今天 人和马配合得不是太好 你们自己会有感觉吗 没有 就他 人和马配合不起 他骑着别人的马 刚刚你那个马稍微往后一点 是吧 稍微落后一些 那今天问题出在哪呀 不是别人的马 他不是我自己的 今天是 他不知道体系 刚刚才来 所以就是还没有跟那个马模和好 身手不敢放开 所以这个很重要 一般来说你们参赛用的马 都是自己骑的吗 赞灯告诉我们 蒙古马性自恋 且十分忠诚 所以骑手一般只骑自己驯养的马 赛马结束后 马儿和骑手们都已经进入状态 接下来要进行一项高难度训练 骑射 骑射是过去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必备技能之一 在奔跑的马背上射箭 难度要远远高于单独的骑马和射箭 第一匹马已经出击了 哇 不错的 这个剑中的是这个蓝色的区域 然后马上到了第二个把位这里了 哇 两剑都中把啊 没有拖把 都是在这个把心里面啊 把盘里面 然后第二匹马马上就要出发了 这是我们的种子选手啊 来看看他表现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 他上半身特别稳定 哎呀 马太快了 马太快了 哎呦 有点可惜啊 这是不是马太快了 马太快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出箭的时机特别重要 而且要跟那个马的奔跑的这个速度 要相匹配才行 加油 骑手时 加油 骑手不仅要在前进中射箭 还要伴随着马儿的奔跑上下起伏 在这样复杂的状态中 想要射准非常困难 而且在两个把中间的短短50米内 还要完成曲键 上键和瞄准的动作 这十分考验骑手的功力 看过女骑手们骑手时的撒爽英丝 记者听交也忍不住越越欲试 好紧张的感觉 觉得自己要掉下来了 好好好 站着站着 即使马站着不动 记者在拉弓时依然重心不稳 可以想象骑手们骑射时的难度 好难啊 这是大家在这儿 帮我稳定住这个马 如果要是我自己的话 这马一直在动 然后我就必须得调整自己这个宽的位置 然后才能够坐稳马 所以这个是很难的 很有难度的 如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骑射早已失去了实用价值 但是另外一项技能还被广泛应用在牧民的生活中 那就是套马 每年春季 当需要给马驱虫或灌药时 都要先将马套住 乌拉特部落是所有蒙古族部落中 唯一一个女子会套马的部落 穿橘色蒙古袍的哈日尼顿是套马高手 他可以不借助套马杆 直接徒手给马带龙头 我们刚才看到记录到你 直接徒手套了一个龙头是不是 他经常那样套 还是我们俩 是吧 所以这个也需要有天分 什么时候 那您在马上就没有害怕的时候吗 很少害怕 所以其实还是首先 要跟马特别亲近 是不是 那有没有什么技巧能够徒手套这个龙头 技巧 他已经套吧套的时间长了 有经验 很顺手 我看其实 他找到那个技巧 其实刚才那个过程还挺危险的 因为要两个马齐头并进的 很近很近 而且基本上都是有一点就是笔尖的 感觉好像马上就会互相冲撞到一样 但是那个也是最好的套上龙头的时机 对 看我们成功套上龙头之后 这小马一直在撒娇 对 套了一个撒娇 这是撒娇是吧 我想跟主人这样蹭一蹭 然后就好像是想要 表现得不错吧 徒手套龙头 不仅需要骑手和马之间的默契与信任 更需要骑手有着高超的技术 和过人的胆量 所以能做到的人非常少 赞灯告诉我们 他们平时练习时不会进行套马 今天刚好家中有两匹马需要治疗腿伤 治疗结束后 赞灯也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 哇 今天非常的丰盛啊 有酸奶 然后有这个手把肉是不是 然后还有包子 还有这么多的水果 那每一次训练完 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吃点东西吗 对 都是最简单的玩意 喝点酸奶吧 都可乐 酸奶有解渴 有解渴 那像要是大家聚在一起 就像今天这样骑骑马 试试剑 然后练习完了之后过来 再一块坐下来聊聊天吃吃东西 是不是对你们来说也是一种放松啊 对 是 交谈中我们得知 温庚镇的女子骑马队成立于2021年 其中年纪最大的骑手已经接近60岁 尽管牧场上有时比较忙 牧民之间住的距离也很远 大家聚在一起并不容易 但他们依然对练习和比赛充满了热情 那我特别想知道 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骑马呢 其实我看有很多的动作 包括您去捡哈达也好 套那个龙口也好 有很多时候还挺危险的呢 是不是 可是我看你们都特别勇敢 是什么支撑你们呢 喜欢自己在地下生活 是最重要的 可是就是一种习惯 我们运动的日常生活 那往生就是一种文化 就是一种文化 所以我们就热爱自己的文化 从2021年开始 温庚镇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 红眼女骑手马背技能竞赛 吸引了许多中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看 更多的人通过这支女子骑马队 了解了生活在伊山北路的乌拉特部族 辽阔的草原赋予了他们勇敢坚韧的性格 他们也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亮丽的风景 和更加多彩的未来